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了家里的菜桃柜的摊位 而且她在改行的过程当中据说遇到了不少的挑战 而且对于未来她会有怎么样的憧憬呢 马上来欢迎嘉宾 好 首先欢迎郭美玲 欢迎您 也欢迎我们星期二特写的高级编导刘佩玲 佩玲好 欢迎 欢迎两位 美玲我知道以前叫郭老师 以前教书的 怎么会想到改跑道去做小贩 主要的原因就是 看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所以就想当他还能够教我的时候 就从他本身学到那个手艺 是什么样一个特定的情况 会让你有这个想法 就是 从小到大都在小贩中心的环境上 困境下长大就会有点习惯 那还有就对主的方面 都会有一点比较大的兴趣 而且我们刚才讲 这个已经三代人了 对 那确实应该要传下去 放弃可惜了 真的真的 其实像美玲这样子的案例 佩玲这次是不是还有接触到其他人 也做了很接近的决定 其实我这次在做这个生活气场这个系列 接触到就很多的小贩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小贩加入这个行业 因为可能他们就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事业 那也有人是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就误打误撞成了小贩 就很多很多的故事 可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说 现在很多人说很多小贩中心啊 美食后继无人 我觉得我是比较乐观的 其实我们真的有看到越来越多的心血 在加入这个行业 这次基本上有 比如说有像美玲在凤山中心 对吧 还有池园 这两个地方环境来说给你有什么印象吗 因为池园它算是 因为政府其实在80年代之后 就没有再建新的小贩中心 直到最近这几年 说要建20座新的 那池园就是这个当中最早开幕的一座 那池园这个地方 它的特色就是它地方很新 然后它也很宽敞明亮 跟好像我们一般 对印象中那种小贩中心是好像 可能卖的人年龄也偏大啦 然后吃的人年龄也偏大 然后可能这个地方也是有点黑暗 这样子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 它其实有点像诗格那样的感觉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小贩中心 那卖的人它也很年轻 因为很多人他们是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小贩都是 可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当老板的 对 美琳就是年轻人 你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小贩的苦语乐 其实我们普通人外人看 总觉得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 你跟我大概讲一讲 你一天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就苦的方面的话 我觉得是在需要早起吧 就大概四点钟就要起来 每天开档就得四点对吧 就六点开档这样 跟以前教书比起来的最大分别 就是周末跟假期 就是周末跟假期都需要开档 反而更多人来吃的时候 对 就会比较忙碌一点 你觉得你跟你同龄的朋友 大家会不会因此生活 变得越来越不一样 我觉得还好吧 就有时出去的时候 都不会疼到 很像以前学校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还好 就好像朋友 不是那么像同事 其实我们讲到辛苦的时候 也会聊聊快乐 你觉得最快乐会在哪里 我觉得最快乐的方面 就是能够从我父亲的手上 学到那个手艺 就是他本身 对 然后就在跟父亲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会教导我一些道理吧 就是很像对顾客的服务态度 还有就是主的方面怎么样控制火候这里的 这是不是可以说是让你跟你自己的父亲 也多了很多相处的机会 对 会非常多吧 就小时候父亲都是在外头做工 但当我跟他一起打理那个探位的时候 就比较接 比较close这样 是 特林 我知道还有一位像NTU毕业的男生 做咖喱饭是吧 是 是 是 在词员访问到的一个个案 它是 它很可爱 因为它就是南亚理工大学毕业的那个工程的科系毕业 可是他可能对本科他不是很有兴趣 他就到处去打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工 可是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他就偶然之下他就去做了这个小贩 他至今开档了三年 生意挺好的 他排队很多人排队买他的饭 东西也真的是做得挺不错 而且是他全部他自己一手自己煮的 他从完全不会煮饭到完全他可以煮到20道菜 全部是他自己煮 因为请不到人手全部他自己煮 这个变化很大 可见他是真的做这行很有兴趣的 跟梅林一样 这次你有去到 因为你在凤山也待了蛮长一段时间 凤山 我觉得我们住在东区的人 大家对他感情就很深 因为他好像这几年来变化特别的大 其实如果甚至是说到他最早最从前 可能40多年前 其实那个地方是一片都是山 然后把他产品 然后变成一个现在这样的地方 然后刚开始也是生意没有这么好 因为住进来的人没有那么多 那后来主屋越盖越多之后 居民越来越多 就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色系师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是他原本只有卖早上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凤山是一个卖宵夜很有名的地方 是越夜越美丽的 对 就是越晚越多人 越晚越要排队 可是其实他原本是没有卖晚上的 对 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情 要知道为什么就要看我们的节目 美丽 你觉得这个年轻人去做这行 就像你一样 你刚开始进去 跟你附近开始学起 遇到有什么不适应 或者挑战的地方吗 就是需要早起 就有时真的很难要起床 就是起床蛮痛苦的 就有时在偷偷开始的时候 会觉得学校假期一个星期 所以那我们就没有 我们就一个星期一天就这样 连星期天又要工作 你现在每个星期有没有休息啊 就每个星期 星期一休息 对 那在比如说口味 调试 制作 所有方面你都百分百听父亲的吗 需要听他 因为他父亲的要求会比较高 所以不管做什么的时候 都会经过他 看他觉得可以还是不可以 就会比较听 因为你是从他的手上学那个手艺 所以就要比较听他的 但如果觉得需要改良什么 我们会商量 其实可能在很多小贩中心 我们都会看到 从这个老一辈的 这方面的经验的传承 尤其佩玲这次跑了这些地方 你觉得小贩中心的变迁 带给你自己怎么样的感受 就是其实我觉得小贩中心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好像 大家很熟悉的地方 好像一直都在那边没有变 可是实际上就是 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进步的概念 先进的概念 被引到小贩中心里面来 就比如说像我们去到词源 词源它有做一个好像说 免费的WiFi 免费的无线网路 给在这边吃饭的人用 那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摊主 他们有开发自己的定位系统 订餐系统apps或是网站 你可以定位就跟餐馆一样了 那甚至他们也跟很多这种 现在时下最流行的送餐的服务的公司合作 去拓展他们的生意 那还甚至还有自动收钱的机器 这样你餐主就不用去摸到那个钱嘛 就比较卫生 也比较省人力 甚至他们也有在引进这种 好像无现金的付款 对那甚至其实在更多更多这种 新一代的小贩中心 他们甚至可能说 就是他们把那个地方装饰的 很像那种酒吧或是高档的餐馆 然后卖一些西餐 卖沙拉 卖啤酒 那就很像去餐馆 这种气氛的感觉 可是可能价格又没有这么高 对 五星享受三星的消费 对 甚至可能也有引进一些 很小心潮的食物 像韩国炸鸡 这种小贩中心都有在卖了 我知道美龄也有一些送餐 一些提供外卖的服务 对 那未来你有什么想法吗 开变全岛还是这样 没有啦 就是会一直发出新的口味 对 口味 对 就是当有一段时期 当咸蛋口味的食品 我们也有试试看咸蛋口味的菜脱锅 就让我跟爸爸就一起试看可不可以 对 但就是觉得还是吃很像零食这些的口味会比较好 那就 以前就有些人会拿豆芽之类的给我们 就是好像传统的口味吧 是 希望你越开越好 对 谢谢 谢谢佩玲 谢谢 感谢各位的收看 《诗诚有约》 明天再会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